你们彼此都是认为 异地恋造成你们之间的这个问题 是吗 对 那女孩子呢 您认为呢 其实关系我感觉并不大 为什么 因为干什么事 我觉得都有自己的空间 她就是管我管的太多了 那你心里可不可以告诉我 是真有50% 还是比50%更少 我现在真的不能确定 那你觉得你周围的一些男生 有可替代她的人选吗 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 也就是潜台词说将来会有 将来哪个男孩子不管你 然后能够给予你更多的一些 自由的空间 而且看上去也不错 碰巧也是搞设计的 可能就有可能会成为你的 另外一个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就是每个人把自己 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彼此沟通非常简单 不用抽丝剥茧 到最后还探测不了你真实的想法 如果你觉得你管不了她了 就不要再管了 否则你会非常痛苦 你能驱车四个小时去看她 你害怕那个真相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们之间 应该学会平等地去交流感情 合适吗 合适在一起谈 不合适 不要让感情变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男孩 同样的问题问给你 如果她在你心目中满分是百分之百的话 她现在是多少分呢 现在 要高一点吧 比谁高一点 比百分之五十高一点 比百分之五十要高 那是多少呢 因为我相信演员 说一个数 百分之七十左右吧 百分之七十 天哪 行了 你们俩就别在一起了 真是不建议你们在一起 我真是 头一次听说 你爱对方多少 一个说百分之五十 一个说百分之七十 这是爱吗 你为了百分之七十 你要去找她的父母 说我要管住她 你要开四个小时车 去要看看她是不是出事了 其实你都是在百分之百地为自己 你就想控制她 你要想知道她的千里之外 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不是她安全的事 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 女孩 你有一个优点 就是坦诚 你敢说出 她只在我心目中 也就能占百分之五十 说不定你的心 根本就没在她身上 你回到了她所在的地 居然不去通知她 你根本就没有想见她的冲动 你不爱她 你是个追求自由的人 你是想 自己还会认识更多的人 但是我只是提醒你一点 注意自我保护 谢谢 要跟自己的朋友一定的距离 明白吗 明白 不要让一些意外 发生一些机会存在 好吗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谢谢